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人一旦气血不足 就容易导致失眠多梦 并且脸上还会长出斑点和皱纹 整个人看上去也比较憔悴 面色无华,疲倦不堪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连长很多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补血,安眠,去帮汤 这个汤是一位老中医推荐的 简单的用了几位家常食材搭配在一起 喝上一段时间,失眠,贫血,长斑 这些问题全部都能够解决 让你气色好,睡得香 面色光折又红润 整个人看上去神采飞扬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小把的黑膜 在膜的选择上,最好选用黑膜 黑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 素有肠道清洁肤的美称 不仅滋补、润躁、养血、异味 还含有多糖体 腺钢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还可以补老 其中的纤维素和胶质有助于清理消化系统 黑膜富含维生素K 而维生素K能够减少血脂的生成 有助于血液循环的通畅 除此之外,木耳中还含有铁元素 能够起到补血的作用 能够增强女性的气血 黑膜我们先用清水把它浸泡半个小时 泡发好后用清水加点淀粉 给它彻底的清洗干净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块 黑膜能够帮助人体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 还可以起到清肠、润肠道的作用 而且对于治疗胆结石、肾结石 也是有很好的化疗功效 吃黑膜还可以防止皮肤血管脑化 消除面部的色斑 在《本草干目》中记载 膜可以去除面色黑斑 同时还可以令肌肤红润、绒光焕发 可以治疗缺腿性贫血 墨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对于女性补血有非常好的作用 墨切好之后先把它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5克左右的红皮花生 花生要选择这种红衣的 红衣花生营养价值要比粉色或者白色的要高很多 花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有着丰富的营养 花生是因为肝贫有非常好的福症 不需健脾、养胃、润肺、化痰、调养气血 溺水、消肿的作用 花生中含有花生碱、甜菜碱、维生素B族、叶酸、泛酸、生物素、维生素E、卵磷子、氨基酸、钾、钙、鎂等多种微量元素 营养价值它是非常高的 花生中有效成分有促进红细胞凝聚 降低血脂、降低胆固醇 以及降低血压、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 有安神、抗炎、抗氧化、抑制、健脑的作用 经常胃部反酸的人可以早上空腹吃上几颗花生 最好是吃生的 可以有效地缓解胃酸过多的症状 我们先把花生清洗干净 然后加入清水给它浸泡一会儿 接着再来清洗3-5颗的红枣 红枣不需要太多 每天大约3-5颗就可以了 如果食用太多不仅得不到营养 而且还容易导致上火 红枣是健脾异味的食物 对脾胃孕化功能相对比较差的人 可以多吃一些红枣 能够让消化系统的功能更加的强大 红枣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功效 用于治疗皮虚症、失眠症等 红枣主要是通过补皮的方式来治疗气虚 通过滋养血液来安定神志 舒缓情绪 有很好的补血、养颜、致虚、劳损的功效 气血不足的朋友 平时可以每天吃上3-5颗红枣 研究发现每天吃3-5颗红枣 可以有效地预防缺铁性贫血 对于女性朋友是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的 我们把清洗干净的红枣 用剪刀把果肉剪下来 枣盒去除 因为枣盒是比较照热的 容易导致人体散火 所以我们不管是泡水喝还是煲汤喝 最好把枣盒去除 接下来再准备10颗的三胜肝 三胜肝是指晒肝的三胜果 三胜为三颗落叶桥木 三树的成熟果熟 味道甜之多 是人们喜爱的水果之王 成熟的三胜果 油润 酸甜适口 肉厚红紫色 糖分足 营养价值非常高 既可以食用又可以药用 而且枝浓适蜜香甜可口 三胜肝为生环偏黑色 具有补血 清血 补肝 护肾 补脑 抑制等功效 女性需要补血 养颜 而三胜肝具备提高机体造血机能的功效 有非常好的补血 清血的作用 三胜肝对于男女 补肾都有很好的功效 可以从根源上缓解耳鸣 滋养黑发 三胜肝还可以促进小孩的智力发育 成年人用脑过度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三胜 能起到很好的补脑 调养的作用 而老年朋友经常吃一些三胜肝 能够很好的预防 老年痴呆症 三胜肝用清水多清洗两遍 清洗好先放一盘备用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砂锅中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 慢煮30分钟 煮制到汤 我们最好选用砂锅 砂锅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 它们的营养物质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30分钟后加入一小块红糖 简单的调一下味 把红糖搅拌融化 就可以装网开吃了 这道汤中的黑末 能够补胜养心肺 软化血管 养血 排毒 去斑 红枣可以补益气血 安神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提升氧气 减轻人体的制油肌 活跃而产生的老连斑 并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花生具有福症 补虚 健脾养胃 养血的功效 因此这道汤 有很好的健脾 补肾 润肺 补血 活血的功效 可以缓解失眠 多梦 健忘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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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退 也可以疏通血管 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总的来说 这道汤对于女性朋友是尤为强大的 不仅可以健脾 补肾 增强气血 还可以很好的美容 养颜 排毒 去斑 对身体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